德云社发展到现在 在相声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 一帮徒弟对师父是忠心耿耿 主要是现在 德云社福利制度越来越好 只要说的好 不仅会有商演 还有机会上综艺 拍电影 电视剧 挣钱的路子多了去了 不过在德云社的初期 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 导致很多的徒弟别有二心 今天就来说说 德云社的十大叛徒 咱按照时间顺序 依次排列 第一个和第二个 分别是徐德亮和王文林 一般从德云社退出的 都叫叛徒 这两个人并不能说是叛徒 可以说是辞职 毕竟从辈分上来讲 王文林是文字辈 比郭德纲的辈分还大 而徐德亮是德字辈 与郭德纲同辈 这两个是在同一天退出的 也是德云社出走的第一队搭档 两个人也是德云社的开设功臣 对德云社初期的发展 也有突出贡献 就是这么两个元老级的人物 但两个人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呢 徐德亮曾公开表示 自己离开原因是演出费太少 被压制 并且保留德字的使用权 随后张文顺便发了声明 说两个人不是真正的尸头关系 其实细细分析 徐德亮离开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就是对象征作品的看法不一样 当时为了打开市场 老郭难免会说一些比较混的段子 很难登上大雅之堂 而徐德亮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 段子也是充满了文学色彩 所以徐德亮认为 自己不应该走庸俗路线 而应该向文学更高的层次发展 但我不同互相为谋 对作品的看法和认知 是两人分开的原因之一 第二就是经济问题 称自己在德云社的工资 还没有自己原来的工作挣得多 况且还要交房贷养猫 挣这么点钱 连自己基本生活都顾不住 据说当时徐德亮的工资 一个月才两三千 当时赵本山的弟子 一天都是一万多 而当时的王海 却称都不是金钱纠葛 顾德纲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 也称徐德亮挣得不少 各自有各自的说法 第三就是被压制 徐德亮觉得当时演电视剧 没有自己 导致自己没有曝光量 感觉郭德纲在刻意的压制自己 而郭德纲的回应是 当时让徐德亮写剧本了 而且是有酬劳的 就是这几个原因 让徐德亮觉得自己越来越牛了 心气是越来越高了 感觉德云社这座小庙 容不下自己这尊大佛了 于是在某一刻就爆发了 离开的时候 还忽悠走了王文林 称是想让王文林老先生能多挣点钱 于是两个人就辞职了 离开德纲社的徐德亮 没事会客串一下主持人 做作画写写字 养养猫 俨然一幅退休老干部的形象 每周抽出一天时间 去礼京的兴业相声会馆走学 想必收入也寥寥无几吧 王文林在离开之后 在相声领域也没有多大的动静 在15年收过几个徒弟 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 据说王文林后来想重回德纹社 可惜当时的德纹社已经是人才济济 压根没有多余的位置 如果徐德亮不退出的话 工资应该会和高峰一样多吧 现在人家高峰一年收入500万 不知道徐德亮 后不后悔当初自己这个决定呢 第三个和第四个 就是离京和何云伟了 两个人也是在同一天提出退出的 当时随离京一起走的 还有张天宇 崇天明 郭天忆 看来这次的出走是早有预谋啊 出走之后 舆论对两个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 因为离京和郭德纲是平辈 是西超和大谷的师兄弟 老师是金文生 当年与郭德纲平辈的 有于谦 离京 高峰 徐德亮 中间加入德字是自愿的 只有徐德亮自愿家了 而何云伟是老郭的徒弟 一个是合伙人 一个是徒弟 所以离京出走是合伙人的退出 何云伟离开是对师傅的背叛 这才有了网上对何云伟的口诛笔伐 仔细分析两个人出走的原因 有这么几个 第一是为了明哲保身 当时打击者们发声后 舆论形成了倒锅和挺锅两派 就是在这关键时刻 郭德纲在博客上的尖酸刻薄言论 又给德音社带来了致命的影响 而且这次德音社面对的是北京电视台 如果真是杠到最后 德音社估计会吃大亏 最后势必会影响到自己 盘算过之后还是走为上策 第二就是情感上的韩星 想到当初老郭来北京的时候 举目无亲 是北京台给了老郭机会 如今又和恩人撕破脸相见 觉得郭德纲对恩人都这样 更别说自己两个小虾米了 第三就是当时的李京和何云伟 在北京台主持节目 一个是濒临倒闭的德音社 一个是基业长青的北京台 况且当时北京台还对德音社全面封杀 究竟该怎么选择 相信两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第四就是自己想寻求更好的发展 当时的相声有回暖的迹象 两个人也想出来单干 毕竟谁都不想一辈子寄人离相 展之高飞是每一个人的愿望 何云伟和李京肯定也有这样的想法 毕竟当时的两个人已经小有名气 离开德音社只是时间问题 记者门事件的发生 无疑是两个人离开的最好借口 离开了德音社的李京和何云伟 一起创立了新夜相声会馆 两人在一起正式开剧场之后 李京才发现何云伟的不讲道义 矛盾产生之后 两个人渐渐停止搭档 直到后来和何云伟猎学 与贾虚明搭档 李京退社之后开始进军影视圈 参演过不少电影电视剧 还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虽然这几年没有大红大紫 但是比起之前的搭档何云伟 还是好了不少 而且还成了北京取协的领导 中国快版艺术委员会委员 以往体制内发展的迹象 但是并没有在公共场合 说德音社和郭德纲的坏话 而且还低调参加了德音社烧饼的婚礼 目前依旧在新夜相声会馆说说相声 有机会就客串一下影视剧 参加个取协的茶话会 也算是取协重要的一成员了 而何云伟退出德音社之后 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还把德音社取的云字给抹掉 这才正式改名为何云伟 因为急于找靠山 就拜了侯耀华为师 虽然拜师这个侯耀华 但二爷自己都还没活明白 众多女徒弟都没有教好 怎么能教得了你呢 不过这一拜 何云伟成了何老郭平起平坐的人了 这个行为在当时把老郭气得是够呛 明摆着不拿他当师傅 接着又通过何耀华认识了江坤 总算是找到了自己的靠山 后来又参加了北京春晚 一来二去 何云伟慢慢又有了点人气 没事就拍拍江坤的马屁 在微博上骂骂郭勒刚的屎尿屁 画个画写写字 练练书法讨一下情操 还将自己的作品放到拍卖平台上兜售 就在前阵还开了直播 效果不是很好 一直被弹幕嘲讽 还被网友排着对骂 简直跟曹云金一模一样 自己觉得没意思就拉倒了 第五个和第六个就是曹金和刘云天了 这两个人退社也是在同一天 也是在八月风波之后退出的 退出原因有三 第一是当时的曹云金越来越膨胀 觉得自己才华和收入不成正比 退社单非想自己单干 其二就是对师傅的不满 第一个不满是出于嫉妒 当时的曹云金和何云伟都是得日的红人 但是曹云金觉得师傅很偏心 对何云伟比对自己好 甚至把门关起来 教何云伟说相声 都不教自己 很想得到师傅的肯定 却总是得不到 第二个是出于内心的怨恨 在06年举办北京相识大会的时候 曹云金参加了比赛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终于闯进了总决赛 如果赢得了总决赛 那自己可真就成的角了 但是在05年的时候 何云伟已经拿过第一名 因为大家都需要互吹彩虹屁 拿奖也要轮流 这次再拿第一名 在相声界有点说不过去 何况何耀文还是评委呢 如果曹云金真是得了第一名 相声界更会变本加厉 口诛笔伐 师傅何耀文 如果曹云金没拿第一 又要质疑节目组有黑幕 这里外都不是啊 所以老郭思前想后 干脆让曹云金直接退赛 才最稳妥 最后就选择了自己背锅 让曹云金退出了比赛 从此曹云金的心中便有了怨恨 顾德纲也自知心中有愧 于是拼命的捧曹云金 但是在德云社八月风波之后 曹云金带着刘云天 还是离开了德云社 离开之后 两个人在网上互骂 曹云金甚至发六千字长文 弃数老郭的罪行 一时间闹得是沸沸扬扬 而老郭就是几个字 一笔带过 曹云金还开了一个剧社 叫做听云轩 不过生意并不好 只能去做做综艺 客串一下电视剧 前段时间曹云金开直播 结果在直播间被网友痛骂 口碑是彻底铺开了 而刘云天更惨 本以为跟了曹云金 自己会混得更好 没想到混得还不如之前 要知道之前刘云天 也是很受过的刚才器重的 当时刘云天离开的时候 老郭还好言相劝 并许诺了三个条件 第一提高收入 第二 德云社所有活动都有你 第三 给岳云鹏或者郭麒麟捧跟 不过最后 刘云天还是选择了离开 刚开始还跟着曹云金上了春晚 名气有所提升 但是后来 曹云金日渐膨胀 不停的接通告 上综艺 演电视剧 但是并没有带上刘云天 每当曹云金初期演出 刘云天就在家里 看着电脑发呆 久而久之 刘云天逐渐淡出大家的视野 似乎被人们所忘记 19年的北京卫视 又让四人同台 其他三人的台词和包袱都比较多 唯独刘云天的词 不仅少 而且没有包袱 不仅让人唏嘘 和曹云金的争名夺利不同 刘云天更注重家庭 09年的时候 刘云天和肖家宇结婚 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结婚11年 两个人没有任何绯闻 一家人看起来非常幸福 虽然没有之前那么火了 刘云天将自己的时间放在了家庭上 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活得是很潇洒的 好了 本期视频讲了六个人 都在德云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下一期我们接着讲剩余的几个人 有云子科的 也有鹤子科的 大家不妨猜一猜是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江山富老能容我 点个小赞 让我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